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西安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事件 曾引发全网关注 该事件告一段落后 女车主所在公司上海竞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被曝捐款跑路事件余波不断 6月29日 南都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 上述公司已于6月28日注销 据天眼查信息显示 其注销原因为破产 南都记者此前曾持续报道 西安奔驰维权女车主哭诉维权 和解后的被曝捐款跑路事件 在2019年7月22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薛春燕 所在的上海竞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破产 民事裁决书显示 6家竞技公司的供应商 在完成合同所述工程后 被竞技公司拖欠款项不付 已被法院确认的款项达到41万元 2019年8月 因为向员工支付工资 上海市缅航区人民法院 对上海竞技文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之乡 开出限制消费令 与下海竞技公司